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产业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高米氏强抓 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重大机遇 坚定不移 实施工业力士 产业兴事 智能强势 临港新城战略 力争5年归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 塞化服务企业转业制度 组织和企业扎主 服务企业假日等活动 推动豪美 富日 行鱼等路途企业将世界一路美景 拙力提升 临港整体区 任何化工院 高新区 三家X员区等级 加力提出 新月高新工业院等一位另二个总件项目检设 推动智能机器类 高端化工 生物医药等新经济 新产业 蓬勃发展 此外 高密市还将打造正产学研金服用 创新创业共同体 吸取更多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 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 全力扩大 信贷投放 力争今明两年实现三家企业上市 距离提升城市品位度 时尚度 承载度 在推动民生保障现代化的过程中 高密市认真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建改扩建一批高质量城乡中小学和幼儿园 纵深推进紧密型一共体建设 积极创建首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线 加快构建居家社区 一养康养机构协调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山路开战 美省领域突出问题转向增值 用信用性用力解决权种极难触犯问题 抓住红购的小战或皮国家死亡级精确的契机 深度推进外力融合发展 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高密市突出干部能力提升 坚持实干实际导向 大力弘扬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 推动各项工作争创一流走在前列 坚持完善 周二整节书记访谈日 和平安小伙论集团子里莫斯 辅助实施总年公年项目 健忘刮水 坚决守住岸岸城餐 省方围顶等一派影响 引导岸岸校固的社会环境